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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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大家照 今天要讲的部分是有关于我们交通局的部分 那从104年之后交通局我想这个局长也没有变啦 所以呢政策上面一直延续的都是继续来做 但是呢高雄市的交通一直在议会的强力要求之下 到现在还是没有改善 而且民众的埋怨声是越来越多 然后104年最常听到的声音就是 这里怎么又装了照相侦测器 那边又装了一支 到处都有 装了好多 尤其在前阵小港 这种声音非常非常的多 后来我去查 果真前阵小港装的的确比较多 难怪这边的民众的反应非常的激烈 那我在这边要提的是有关于 呃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这种违规的 呃 照相的部分的侦测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相信交通局装设这些的目标是为了要改善交通 是为了改善交通 虽然我的题目写的是是否抢钱 但问题是目标应该是改善交通吧 但是怎么会让民众觉得是否在抢钱 为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交通没改善 装了那么多照相侦测器 目的是为了什么 不免让人家觉得好像有要抢钱的感觉啊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把六都的状况全部抓出来 大家一起来看看 一起来比较 不要说我们在高雄家里面自己在看 没有跟各县市比较 我们还真不知道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高雄市违规照相机的数量是384支 新北市216支 台中是158支 后面当然就越来越少 台南只有96支 台南只有96支 这根本就是比起来没法多比的 所以我们从前面开始比就好了 光是台中 新北市 台中 台中就已经跳到大概是 剩下我们的二分之一的支数而已 但是呢 当然我们主要我们就是要看 到底有没有对交通有改善嘛 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每万辆的机动车造势数 这么多的违规照相机的状况底下 高雄市每万辆是有180件 新北市有101件 台中有213件 可以看到 如果以这个数字 我们刚刚讲 我们直接拿台中来比就好了 如果 这个照相机的数量越多 然后呢 我们的造势率就越低 这样感觉还蛮正常的嘛 那如果以数量来看 台中是我们的一半而已 一半而已 照道理来讲 它的这个造势数应该是我们的double 但是它只有多我们33件的数量 那看起来他们的效率就比我们好一些咯 我们再看 每10万人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伤数 高雄市2594人 新北市有1098人 台中有2815人 我们的照相机数量最多 但是我们的伤网人数是全国排名 六度里面第二的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违规相机的效果 并没有如交通局所想象的 设的越多效果越好 所以 这个真的是一个 让我们交通改善的一个好方法吗 还是纯粹就是拿 从人民的口袋里面掏钱出来用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我刚刚所讲的 台中跟我们的比较的部分 好 如果以台南来看的话 那数量真的是 台南就比我们少了非常非常的多啊 但是呢台南的造势人数 还比我们少啊 好 我们只要拿最少的来看 就知道其实这个 照相 违规照相机 并不能 对我们的交通安全 产生怎么样的一个 和阻作用 好 我们再来看 新北市的人口有397万的人口数 高雄市呢 278万的人口数 那设置了216支的违规照相机 所以每10万的路口的死亡的人数是1098人 那高雄市的人口比新北市少了100万人 但是多装了多少 168支 但是每10万人的死亡人数比新北市多了1.5倍 局长我在这边要提的就是 违规照相机不等于交通安全的保证 违规照相机不是高雄市政府拿来做市府的提款机 如果要改善交通的方法 看起来真相是没有效果 我们说啊 一个城市里面要让它的秩序最上轨道 从人民的内心里面出发是最有效的 如果每个人的心里面都知道要遵守交通规则 都知道不要造成别人的危害 那这个城市一定是状况非常的良好 这是最高点 但是如果没有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需要政府 因为第一个状况我们不需要政府 第二个状况我们需要政府 找方法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有了政府的存在 必须因为这样子来处理所有 在社会上面产生的问题 让我们的社会能够上轨道 让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但是高雄市的状况 我们一再的提 你去采取重罚 是不是有效果的这件事 你每一年要开那么多的罚单 这件事是不是能够达成交通安全的这件事情 事实上这几年看起来 这个不等于啊 不等于交通安全 但是高雄市政府的交通罚款 一年比一年收的高啊 人民的生命安全 却是一年比一年的保障低啊 局长 你应该要检讨 你应该要检讨 我们可以看得到 如果新北市跟台中市的状况算是正常的 那高雄市相对看起来 就非常的状况非常的诡异啊 所以造像政策 违规造像机的这件事情 其实在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一个非常坏的印象 但是呢 又不能够嚇阻民众对于交通安全的遵守 那局长 那势必看起来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应该要找别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交通局能够做得到吗 这么多年了 给你们这么多的机会了 我没有看到交通局找到更好的方式 依然在不断的增加我们的 违规造像机的增设 还要再增加多少支我不知道啊 但是民众感觉上交通一样不安全 我要为前阵跟小港的居民报冤 报驱 在近两年来 共增设的23支的新的违规造像机里头 前阵小港就占了10支 如果以384支的比例 一区也不过就是10支 顶多11支 近两年来就在前阵跟小港多增加了10支 前阵小港与劳工的居民居多 大家骑摩托车的也挺多的 交通安全事故频传 交通局到底顾了什么安全 并没有 我常常在路口就看到了很多在 我们常常发自大的危险路口 在前阵小港占了不少 大型的货柜车存在的地方 交通的状况依然会非常的混乱 摩托车局非常的危险 增设了这么多的违规造像机 不过就是多从人民的口袋里面 拿出这些钱来增加市库的收入 不 却没有改善交通 如果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不要再做了 你可不可以寻求别的方法 如果一个政府是找不到 不不论 那应该自己深自检讨 我是不是没办法了 我是不是要换个脑袋 我觉得 这件事情对民众来讲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但是现在的政府好像听不见民众的声音了 民众在想什么 告诉你我们交通不安全的时候 是否是听不到的 因为就是说 我的政策这样做就对了 你跟着我这样走就对了 对在哪里啊 对在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故还是一样存在 对在我的口袋里面的钱不断的掏给你 很奇怪 很多人非常的有怨言 对于高雄市的交通这几年的状态 从细箱里面 从打到服务处的电话 我相信每一个议员都一样 complain是没有断过的 局长 这样的情形啊 待会我会让你回答一下 到底要怎么解决比较好 另外呢 这也是民众传给我的讯息 他告诉我说 高雄市政府有歧视 我们缴税 除了汽车 机车 大家缴的税一样都在缴啊 但是汽车组跟机车组 其实是机车组人数比较多 但是我们用路的方式 其实大部分是为了汽车 汽车组在设计 所以机车组可能是 他没有专用到他 或是他只有旁边的一个小小角落 甚至有时候他必须要跟公车 跟林亭的车辆 甚至是要右转的车辆 大家一起抢到 最弱势的机车组 你们在设计道路上面 公务局也其实应该要深自检讨 在设计道路上面 其实对于机车组 是提供非常非常少的服务 我们常常就是让机车组 挤在最旁边的车道里头 那现在呢 只要已经越过那个车道 譬如说有一辆公车 突然间死进来 要停车 要让客人下的时候 机车组就被逼到另外一个车道去 那惨了 这个时候你要被罚600块 你要被罚600块 你能不能停下来 有时候的状况是没办法停的耶 当一大堆的机车组 骑在那个车道上面的时候 然后呢 不小心被逼到另外一个车道 有时候发生的状况是险像还生 那如果我们机车 开车的人 时时都要注意这些机车组的安全 对开车的人也不胜公平 这是一个设计错误的车道 这是一个没有为机车组在考虑他们安全的一个城市 如果你要抑制 我知道这几年高雄市一直都想要抑制机车组的量 如果要抑制要从源头 绝对不是用这种方法 当存在的这些人 你们应该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让大家觉得安全 才是对的啊 但是这种 当然这个在上面看起来不是太清楚 我上面写了一句 机车组在生命跟路权之间二选一 他们在生命跟路权之间二选一 早上我急着要上班 下午我急着要赶快下班后回家 要照顾家里面 我在这些时间里面 我并没有一个好的道路可以使用 我在这个道路上面 我常常被迫要钻来钻去 怎么会需要钻来钻去 让开车的人也担心不已 因为就只有一条啊 即便在非常拥挤 常常有大量的机车组通过的路段 一样就只有一个地方 只有一条路线是可以 让机车组来使用的 所以 机车组不是弱势的一群 或者是东雄市的机车组 真的是弱势的一群 因为政府就是这样看待他们 政府就是这样对待他们 所以 我今天要站出来帮 所有骑机车的朋友讲一句话 大家都觉得很危险 大家都觉得好像都不手法 钻来钻去 高雄市的什么转 非常的出名 高雄市政府没有能力把这些人照顾好 这是高雄市政府的错误 绝对不是用一个 违规照相机就能够处理的问题 所以在这边 最后 我提出了三点 建议 希望能够以改善交通 安全为优先的取缔制度 第一 全面检讨违规照相机 设置地点的问题 若不能发挥 如果不能发挥改善交通 促进安全 就应该予以废除 或是转到其他的地点去发 每一个点请重新 考量 之后 请局长给我一份报告 第二 三年年 停止设置 新的违规照相机 重新检讨之后 我相信 还是五都之冠啊 局长 慢慢来啊 交通安全第一啊 不是设置违规照相机第一 未能确保 机车组的行车路权不受侵害前 机车被迫占用汽车道应该重宽 好 交通局 陈机长 好 陈机长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对我们交通安全的关心 刚才议员所提到的这些资料 我想做个简单的回应 那有关 我们交通安全的实施啦 是大概分成几个面向 包含刚才你所提到的执法 还有工程还有教育 当然我们也鼓励 更多的民众能够注意到自身的 这一个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我必须在这边先跟议员说明 刚才你所提到三点 第一点跟第二点 我们会转请警察局来研议 因为整个测速照相的设置 那个是警察局的执法范畴 那我们在 道安委员会里面也了解到 他们现在有定一个半年 检讨一次的SOP 那至于说 他这个 是没有错 那另外就是说 刚才议员所提到的 这个测速照相的数量 那我所知道的 他并不是所有的测速照相 都有在执行 因为有些是技术上的原因 因为有一些是不需要 过去可能有设 但是因为路口有改善 所以没有设 所以可能不是像议员所提到的 有三百多 三百八十几座 这实际上的数字 我可以 没有什么作假 他如果 如果 不是 没有啊 他 这个部分我想 他有设的就是 是 数量是这样 跟实际上他在执行的部分 这个我请警察局那边来跟你回应 这个不是我的权责 这不是我的权责 我要跟议员报告的是 速度管理 是在交通 特别在都市交通里面的交通安全 相当重要的 一件事情 刚才议员所提到的 如果 我们的用路人 对于速度管理能够比较自觉 跟 跟遵守 那这些测速照相是没有功能的 简单讲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要维护 我们要维护 用路人的安全 在他超过 应该有的速度的情况之下 我想 有一些执法的动作 是应该要辅助的 这 这个 交通局还是真正的管理交通安全 应该交通大会是协助在行动上面的地方 你知道我有问题的东西吗 就是说交通局不能够把它自身失望 这些东西呢 应该要有交通局来 最最方面的这些估计的东西 你却以外的日常 会被交通大会说 啊 他一定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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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回归队是一定的心 结果 在这让你走路 但是呢 交通安全的管理 跟维护 跟怎么样的设施 确实交通局 你知道 甚至在会做的 就是认为是别人不住的事 不是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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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 不是只有 是这样的问题的问题 然后在按照一下 我讲 然后 这一眼 要不要再给你实践 好 好 那给陈妍两分钟 谢谢主席 我想我做一个简单的结尾 就是说 其实这件事情 我当然知道 局长一定觉得很奇怪 明明都交通大队 你做这个东西 我是怎么怎么在这里说 问题是 你有没有想过 交通 所有的交通安全的东西 其实应该都要回归到交通局来做 交通大队今天如果有能耐 他就只是帮你去执行这些事情而已 因为交通局没有人 可以去做那些事 但是 不是所有 你在 如果我下次再问交通大队 就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他会敢把某部分的责任 推给交通局 所以呢 就是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状态 到底谁才是负责高雄市的交通安全维护啊 执行面跟真正的这个 政策面的部分 诶 要说清楚啊 人家是帮你去执行 你政策你要想要怎么处理啊 每一个路口应该怎么样的安全 耗制应该怎么设 这个都是应该要每一个路口 每一个路口去检视的 那今天我们不是啊 局长以为喜滋滋的拿到了资料 认为说 我待会就回陈议员说 所有的东西都是交通大队处理就是了 又不是我交通局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高雄市的交通安全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交通大队认为我是执行 交通局认为那是交通大队的事 那到底我们请谁来管啊 这些事我认为 就是交通局应该要处理的事情 交通局应该要好好的考量 政策应该怎么做 政策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提的三点 拜托局长回去思考一下 什么事情该揽在自己身上 将来你工程生退之后 回到了教育界 有很多人会去思考 你有没有把高雄市的交通弄好 他不会说那是交通大队的事 他会说那是交通局长成局长的事情 所以局长 我觉得在你任内还有一些时间 如果能够让 还能够让 政府长得 歸 谢谢白志伟 谢谢我们陈丽娜議員的咨询 那再过来是 周中站 周议员 十五分钟 主席 时间暂停一下 请教主席 今天几点开始开会 今天几点 表定时间几点开会 原本宣布是九點啦 原本是宣布九點開始 怎麼你昨天宣布九點 上個禮拜五啦 就上一次 本來是九點啦 那我們時間是什麼 正式的時間是什麼時候開始 九點十八分吧 不是啦 不是等一下要九點半 等一下又什麼九點 怎麼 所以也沒關係 因為今天早上只有兩個人登記 那因為我們怕說後面接不上 所以我們才有 看好什麼兩個人登記 我看了就七八個人 對那是後來 沒關係啦 大家同事互相體諒一下 我知道不是 不要隨便投變化球 變化球投的好是山陣 投不好就是保送 好我知道 我們會改進 主席 好謝謝 大家互相漏氣求進 沒有官員都很努力認真 奇怪 我說奇怪 官員怎麼九點不到就來了 原來是你已經上個禮拜五宣布 今天就是九點開始 好 謝謝你的指教 大家互相鼓勵 互相勉勵 好謝謝 那幾個問題請教 有關的 我們相關局處所長 我們交通局城區長 我想頭的那個陳議員跟你執行的 你就好好檢討改進 那我就提出來 你有關你這個 工作報告裡面 友善停車管理 你根本都沒有宣導什麼地方脫掉 你只有講說從前年起一百零三年的幾月 一百零三年的五月六十六日起開始擴大行政區遇到十九區要脫掉 原來的高雄市跟鳳山區 原高雄市區的各區跟鳳山都委外 那委外就發生很多問題了 根本就是怎樣脫掉就由他們自由發揮 那局長 有很多人 譬如沒有影響到交通通行的沒有影響到官瞻的 在我們左營海軍醫院前面 那個人行道都沒有站到 照托 我也要說如果嚴格來講他沒有違法 但是只有情理來講實在都沒有漸漸 局長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講友善停車管理 我感覺都不怎麼友善 所以這個希望你好好改進 我想這點 再來請教所有的相關局處所長 捷運局 局長我們現在捷運 一個月虧損多少請局長簡單答覆 來捷運局吳局長請答覆 我們捷運局 我們捷運公司 各位要開損多少 那個 他每一個月都大小月 不是平均 平均下來的話 我們從 休業之後 那 平均下來原則上都會平衡 只有一年 因為那七點五年 我們要進行 那個維修的部分 所以那一年虧比較多 那其他的部分大概都 趨近平衡的部分 那另外今年 今年到現在 虧0.59億 所以也有大小位 局長你請坐 其實不是只有虧0.59億 沒有那最後會平衡 就是到年中的時候 因為有大小位 革命你請坐 你想你的答案 跟我的看法不一樣 我想我們捷運 雖然努力的修約 就像你講的是附帶條件 不然高雄市的捷運 一個月 虧損還是一兩億 因為你一百六十七億 不要說到一百七十億 就一百六十七億 你說現在二十八十 你如果利率 是0.9% 就是0.9% 或是0.09% 就不用到一里了 好我們現在利率都很低 不用到一里 你就0.9里 你虧損一個月也差不多一億五千萬 一年還有十八億 再加你現在講的叫做0.6億 加起來差不多十八九億 所以我想開孫南英國 為什麼我要修約 就是減輕高雄捷運公司的負擔嗎 其實壞掉了 現在問我們交通局長 局長 我們公車處一年虧損多少 公車 陳俊翰請答我 沒有公車處的一年公車虧損多少 謝謝主席 謝謝周緣 周緣指的是民營化以後嗎 對 民營化以後 我們現在又都是民間來經營 我們是利用這個所謂 中央補助 或是節能減碳等等的 扣屋基金 整個啦 包含扣掉 扣掉票收 我們基本上我們邊的預算是 大概八點五 八億五 八億五 以前如果還沒 還沒民營化之前 公司化之前 虧損多少 每一年大概就是要到二十幾億 二十幾億 二十億八 公車處怎麼虧損到那麼多 二十億八是他的支出 然後扣掉他的那個 差不多每一個月要十二點八億 對啦 差不多十一二億嘛 也就一個月 也差不多一億 我真的你也很準 現在八億 八點五億 也就少虧損三點五億嘛 這樣還是虧損 請坐 輪傳公司 輪傳公司 一年虧損多少 沒有輪傳公司 我們總經理 我們黃總經理答覆好不好 一年虧損 各路線 你航班各 請黃總經理答覆 感謝周議員對我們公司的關心 那我們以去年為例 那個我們的虧損大概一億 那這其中包括因為 我們在那個鎮愛馬島那些的一些那個財務的 那個那個不是我們營業的虧損 那個那一部分是兩千多萬 那是補貼的嘛 政策性的虧損 實際上我們的虧損差不多是八千多萬 八千多萬 請坐 八千多萬 我想不管怎樣 一個一個月也差不多虧損七百 差不多七百萬 七百萬 各位七百萬 我想不管怎樣 大眾運輸你不管是捷運的公車的 渡輪的 大部分都是公大眾運輸 我們當然開啟的 都比較寬鬆的 激進是社會福利政策 都補貼 都給他們 就像我不經常開車的 我說大眾運輸剛剛也是從捷運站下來 來 來議會開會的 所以不管怎樣 我們要考慮的 除了社會 福利的給他補貼之外 成本也要考慮下去 不然你為什麼公車要公司化 為什麼你捷運也要修改規約 我想都是體貼民營業者的痛苦 但是也不能完全都這樣 我想很多政策 逼得台北那個科匹 這個教授 市長 什麼人給他去 去到現在民調都存不到5% 我看存不到50% 不到五成 為什麼他是一路挨打 以前馬英九奔到可以的時候 油電雙掌兩個去 就死到存不到20% 現在這80% 降到存到要一半 存40幾% 真的 他不只捷運 那郵郵卡聽說 八折也要準備取消了 捷運那個什麼公車也要提高1塊錢了 基本的那些 底價 從15塊變成要16塊了 三月給他去水價 也要漲什麼都漲 漲到最後 他的民調只有跌 跟民意全部完全違背 不管怎麼樣 因為我們就 不要再做一個天龍的 所以我在這裡交通局長說 要跟捷運局長拿錢 高雄的捷運 你千萬不要學台北的悠遊卡 我們的一卡通 我在這裡鄭重的跟你們講 千萬不要學台北說要研究什麼 取消什麼 局長 吳局長你敢拿進我們一卡通 有沒有優待 請局長簡單答問 來捷運局吳局長請答問 一卡通的部分 因為這裡面涉及到 是我們捷運監理的部分 也運作的部分 那個目前還是有優待 有優惠的部分 學生 優惠多少你知道嗎 不只學生有優惠 我也有優惠 我雖然不是學生 還有兩種 一種優惠是 學生的部分 另外一種優惠是 那個我們長輩的部分 那長輩的部分的話 其實有涉及到是 我們社會局的補貼的部分 你不要講那些什麼 連長的 我想一般都有 你怎麼不再接結論 你不瞭解 現在是一卡 我們一卡通是 八點五折 也就是說我二十塊 基本的大概是 說十七塊 學生七十五 八點五折 學生七五折 對啦 學生七五折 但是我如果拿一卡通 搭捷運的 是八五折 還是有優待 局長 你不要把市長建議說 台北科批科省 已經要取消那個什麼 八折的優惠 要全額收費 你看我們悠遊卡 我們的一卡通 要跟人家悠遊卡 局長 我看你這比較沒辦法 請坐你請坐 這主要還涉及到 那個費率審議的部分 你請坐 局長 你懂嗎 因為交通的 應該你在監管的票價 可能你還會 差你腳 所以我在這裡跟你建議 高雄市不要學台北市的 悠遊卡是要取消優惠 因為條件不一樣 局長你贊同不贊同 本席的看法 對在鼓勵大眾運輸的角度來講 提供優惠是可以達成這個目標 目前 一卡通 在高節使用 他是有八五折跟七五折 分普卡跟學生卡的優惠 那順便跟議員報告 在大概七月之後 因應整個高節要弄多卡 能夠進來 所以我們也要求高節公司要提供 像過去一樣有一個定期的 這種更加優惠的方案要提出來 那這個我們會持續來要求高節公司 好謝謝局長 我為什麼說反對高雄 就是要求高節公司 以卡通取消優惠 因為背景都不一樣 人家台北的捷運已經營運二十年以上 條件他們比我們還好 我們現在都不到十年 再來 就叫時間的 整個空間來講 人家台北的營運路網 我們只有兩條線 人家至少應該十幾條 不然十幾條也只有十條 台北市有幾條路線 應該是差不多十條 十條路線 所以不一樣空間人家也比較廣闊 而且他們 整整營運的賺錢 不是用那個什麼票券 他們主要都是靠 業外的收入 局長 你跟我說業外收入就是廣告 你那個壁提的 你那個什麼租金的 他們有很多那些捷運的地下商場商街 那些租金收入 不管是 那個店家 店商的這個 租金收入 廣告牆的廣告幣的等等的 要利用那些 我跟我們那個 郝董事長講你這樣好好徵取那些 所以他現在很多 站外的 很多土地開發的就是用這個方式用租金的 這是最好的 別想到跟消費者使用那些票卡的 那些大臣大眾運輸組的在這邊動腦筋 因為那個永遠動不到 你坦啊 坦不及啊 真正的那個只要減少虧損就好 讓他balance就好 真正的好好的用營運 用業外的收入 不要想到就是 在那個什麼票卡裡面去 動那個歪腦筋 那個動不到 而且賺不到 局長好不好 我就拜託你啦 請坐 再來有關幾個問題 也是陳局長 交通局陳局長 我們鐵路地下化最高興的 為什麼我們一直爭取這個鐵路地下化 因為鐵路地下化 在市區裡面 畢竟會跟平面的道路有交叉 所以過去都是用平交道 那不管是在整個平面交通 你這樣你答對的就是 不用跟機車汽車在那邊交會 就不用平交就交叉 所以我們最好的 給你建議鐵路地下化之後 應該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地下道 跟天橋 什麼高架橋全部都打掉 對不對 這樣才有鐵路地下化的價值嘛 不然你幹什麼 鐵路地下化幹什麼 如果天橋 地下道都還是存在 就不用鐵路地下化 永遠就是在那邊開通就好了 省了好幾百億啊 幾千億的 所以我現在就要講 左營地下道聽說 國貿那個天橋 聽說 地下道都還是要維持 有沒有這件事情 這個跟議員報告 有關鐵路地下化沿線 所牽涉到的地下道 或是所謂的路橋 的一個拆遷 原則上 只要是 在交通功能上面 可以工程升退的 那都會按照時程 左營地下道呢 左營高架橋 左營這個路橋這個部分 因為 經過鐵工局還有我們公務局交通局等等 延商 對於市區交通 它還是需要 某一個部分功能的維持 所以目前 對於它路橋的部分 可能會稍微暫時先維持一下 我看這個本席提出抗議 你請坐 等一下 在BRT BRT的規劃案 你簡單答覆一下 還有捷運局長 我再請教你 LRT我們現在開始營運了沒有 以後會虧損多少 請局長 也等一下一邊說明 還有輪船公司的待遇 輪船公司的員工待遇 希望不要再像過去七年都沒有調整 明年好好的 給他們正視一下 跟升取他們的 應有的權利跟服務力 真的很可憐 只有2.12k 2.23k 7年都沒有調整 幾乎跟那些基本公司 勞力派遣的最低公司一樣 真的變成血汗公司 高雄市政府這樣是不好的 陳局長 你的員工 雖然那個是公司化的員工 但是還是市政府 經營的市政府管理的 希望不要透過委外的人力派遣 做那些最示範 做壞最壞的示範 我這以上幾個問題 就交通局局長 你那個左營地下道 還有VRT規劃案 以及輪船 你一位 同志們 請吳局長先答覆 目前我們輕軌的部分 西灣到西市開始試運運 但是還沒有完全收費 那接下來我們在4月29號會出來了 所以西八也會加進來 進行運運的部分 還沒有收費 我們還是要考慮收費的部分 因為我們最終是要到C14的部分 那C14的部分我們會考慮要整個運輸的情境 對 原則上我們會到C14 但是這一段時間裡面 因為我們預計就是另外第二點更那個 我們這裡面其實我們曾經算過 其實就像周議員所提的部分 其實大眾運輸本身其實他不能完全 只能從本業裡面去受益 因為本業受益裡面其實平衡是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另外還有VOT的部分 跟那個TIFF的部分 那VOT的部分預計下來的話 到133年的部分我們預計可以收到16億 那TIFF的部分也可以收到12億 所以這裡面的平衡部分 我們會用VOT跟TIFF的部分 然後加上我們營運的所謂部分平衡 好再給周議員兩分鐘 請教你剛剛說到133 不是全部因為我們所有帳的部分 是要算總帳 就是涵瓜那個自償率的部分 那自償率的部分 我們本業自償率的部分當然是不會有問題 但是因為這裡面 我們還必須面對的部分是 我們當時申請牽軌建設的時候 還有整個程序 時間的關係齁 你就好好的給我答覆書面答覆就好了 我想很重要的133年可能有很多人都不在了 我跟你講133年我想我能不能活到133年 本業自償率是不會有問題 就是收費跟那個 你要講到VOT更害怕 VOT的高雄市沒有幾個成功的案 VOT真的很可怕 局長你如果說到VOT 我就只要想到 DTT DOT啦 DOT就是說 我們因為我們捷運進來之後 輕軌進來之後 其實又有容積增量 那容積增量的部分 就變成轉到 你如果容積增量 那有可能會轉好 因為那個是土地開發的問題 你再跟本席好好書面答覆 再探討 其他幾個問題 交通局陳局長請答覆 好謝謝這個 左營地下到存衛的問題 VRT的還有那個我們 輪傳公司員工福利大意改善 三項事情 第一個就是左營這個 那個路橋的部分 這部分經過我們 內部的小組研議 他有定一些時程 那在短期裡面 他還會稍微維持一下 因為他需要有一個比較大的量 去跨越那個 從左營到中華路橋 你們好好改善 好好看包括新台17線 一併進來考慮把它分解掉 這樣可能才有 早日拆除的可能 這個新台17線 剛才那個議員也提到那個新台17線 那最近我們也跟國防部那邊有接觸過 那對於路線的部分 大家好像有一個方向 可以持續來推動 所以如果新台17線 如果可以順利把它給推動 如果改善的話 就不一定全部從翠華路來 從新台17線 是的沒有錯 所以我才說那個路橋目前的功能 我們要確保交通能夠順暢 所以如果未來新台17線能夠加入 那當然整個車流的運轉方面 我們會重新來評估 它的存費的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 剛才提到輪傳公司 BRT BRT的部分 我們以中華路這一個部分 來做為優先推動的方向 有兩個部分 因為現在鐵路地下化完以後 整個會有新的路廊空間會出來 我們也希望說怎麼樣利用這些路廊空間 跟BRT的路線 是 是 這個我們會綜合來考量 那至於說輪傳公司的那個 那個部分 我們一方面在改善我們的營運情況 第二方面我們最近也一直在積極的 希望能夠提高這個員工的福利 畢竟輪傳公司它當時 是由公車處的員工過去 那另外還有新進的員工 以及我們目前使用那個 勞務採購的部分 那這些部分確實是在我們 工作的 人力上面 會有不同的 市政會議 你們市政會議的紀錄都會好好看 市長跟對他們的肯定大意 也很看 了解要改善那個整個 揮水的這個 酒精 市長甚至都親自說要 好好跟那些有意見的 那些民意 好好說 我想希望你來 是的 然後再來 官公主 來 官公主 請 來 官公主 許主長 許主長 好 謝謝主席 非常謝謝 柔議員的指教 跟周彥員回報 有關這個兩個 我們招商案 連池塘的部分 因為之前有這個流標兩次 所以現在我們市府相關的具處 我們衝順 從新再來檢討這個招商的條件 當然 沒有勢 沒有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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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當然是公開 這一定是公開的 有 我們都公開的 沒問題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我們周議員的質詢 那我想就剛剛周議員提到的 那個翠華路高架橋的部分 其實我們地方的聲音是一直希望能夠拆除 那當然裡面有你們的考量 可是上次好像公務局來地方做說明會 鐵路地下化規劃的時候 好像沒有通知到我們當地的里長 跟包括區域長 那天來了只有我跟我的助理 還有另外兩個議員的助理 總共四個人 所以你們這種說明會是很糟糕的 我希望你們以後要改 我當然知道這不是你們交交局辦的 是公務局 可是這個應該照理講 交交局 檢驗局都應該參與 怎麼會是公務局單獨來辦這個活動 這麼重要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你們報紙 國議員對不起 我利用一下時間 因為這個報紙 禮拜六的報紙見報 走延地下道要封閉420天 這個報紙信 我們是從新聞上看到的 既然你們的交交局官網上沒有刊登 很多人 我這個一PO上去 很多人在我的FB裡面留言 大家都一直在罵 為什麼你們交通局官網上沒有PO 既然是每一提先鋪路的 這是怎麼回事啊 怎麼會這樣呢 這個420天關閉 那個中華地下道 那是多嚴重的事情 你們知道嗎 那那天我們還是交通部門質詢 既然你們交通局自自不提 這樣是不對的吧 你們應該要讓我們議會也知道這樣的事情 而且這個一關閉之後 影響的不是只有我們左營那周邊的人 包括要從市區到 南指南指到市區影響也很大 因為 現在目前只單側關閉 就影響到那邊的居民怨聲載道 很多人到那邊都不曉得怎麼轉 要繞耶 繞行都不知道 那現在你是整個都封閉了 那更糟糕了 整個那邊的交通環都會打結 包括現在我們提的這個交通 催滑路橋 如果整個地下道關閉 大家都勢必要往這個催滑路橋上面來走 那每天上下班時間 光是要從市區到南指加工區 這個車流已經塞得一塌糊塗了 如果這個關閉之後 未來你們的因應知道是什麼 你們都沒有在你們官網上公布啊 即將要推動的這麼大的一個重要的政策 我希望你們檢討一下好不好 局長 這個部分你們為什麼官網沒有沒有刊登呢 而是我們都在媒體報紙上看到的呢 局長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好謝謝主席 這個我們來改進 如果說在對外宣導上面還沒有 這太離譜了吧 你們既然在公網上沒有 交通局你的公網裡面沒有耶 還是我們從報紙上看到的 這個是鐵工處南工處的工程 那一天是在召開 這個資料是你們交通局喔 上面的資料來源是交通局喔 如果我們這個部分需要再強化 我承諾我們來馬上改善 那我要說明的是說 他這個部分是因為本來的工法 他因為為了配合整個鐵路地下化的騎乘 本來是沒有這個工法要去封閉的 那後來他們因為去執行的過程裡面發現 下面有所謂過去早期的建物在下面 那個結構體在下面 所以他們本來的工法實施沒有辦法達成 因此呢他們有提出來做一個工法的改變 才會有衍生這一些後面的這種發展 那這個部分呢我承諾 如果說這個我們在對外宣導的部分 不足的我們一方面交通局會來補救 那第二個呢我們會要求南工處對於他整個未來施工的過程裡面 隨時在交微計畫上面要嚴格的控管 然後如果任何的這一種造成過大的交通衝擊 我們馬上會要求他們來做改善 其實我心裡這個部分認真一點啦 怎麼會這個讓新聞媒體來公布 那結果你們交通局官網裡面竟然自自不提咧 這個是不對的 那麼重大的一個工程 包括你要關閉420天耶 這個造成交通的衝擊有多大你知道嗎 目前單車就已經變身載道了 如果你全部封的話 當然你安全考量這個我不反對 如果有安全上的考量 有工程上的工法的問題 我們都支持只要能夠把它趕快做好 但是問題是你們之前的 要告知我們市民用路人怎麼該改道 該怎麼樣來做這個應變 你們自己要趕快在網路上各種方式的媒體 各種方式的管道都要趕快公布啊 不能只是剛從媒體上去看而已 其他的你們自己都不做這種事情啊 好不好 南工處那邊你們應該要跟他 鐵改局那邊應該要跟他們講 是不是也透過他們任何一個方式 或拉布條啦 或什麼趕快 一個應變的措施趕快做 然後另外你們那個交管 剛剛你提到那個交管也很重要 到現場去到底怎麼引導人民眾走 不要到時候那邊 大家運聲載道又開始罵 好不好 那個交管部分很重要 也要怎麼該引導我們的 外來的 用路人該怎麼去改道 這個部分行裡面 交通的管制上請要加把勁 要多增加一些人力 謝謝主席 因為他這個是在施工前 我們一定會確保 他這個所有的交委的宣導跟設施 會定位 我們才可能讓他去做 好那另外那個 翠華路橋猜不猜 請你們到時候到我們社區 來開個說明位好不好 到時候我們試一下再來討論好了 謝謝 不好意思 郭議員謝謝 好那我們再過來進行 郭議員的質詢 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 趙紀元 我要進入質詢主題前 請你先才是 我有五張書面質詢告 列入公報 您就才是列入公報 就可以書面質詢列入公報 好 好 那接下來 各位交通 部門的官員 議會同仁 先感謝去年交通局 我針對測速照相機 該在路口應該提放大宣導告示 我們交通局立即召開相關會議 目前也做了幾個路口的測試 這樣子的成果跟你們的反應 我相當感激 我繼續延續我去年 對測速照相機問題的質詢 我今天質詢的主題是 高雄的測速照相機 別再無止無盡的踩下去 那 在進入主題之前 我們先看一張相片 這個圖片是我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官網 上面有關測速相機分佈地點 你只要去勾選 然後再勾選全區 你會得到一張地圖 這張地圖我們看到 再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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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最小的時候你會看到 在我們的家鄉高雄 上面布滿密密麻麻的違規取締照相機 不知道看到的高雄人做何感想 在105年 高雄市將有全國最多的408支違規取締照相機 我足足比第二名的新北市多出192支 所以我要用三點裡三個爭議 來跟我們的局長做政策討論 局長我待會跟你強調一下 是您的權責 政策是您的權責 所以我希望您關心一下 我們來做個對話 我用三個爭議 要來拜託我們的道安委員會 跟我們的交通局 我要反映出現階段的高雄市交通違規取締照相機的設置 已經背離了交通安全教育的責任 無法肩負市民的安全 所以我希望道安委員會要求警察局 不是只是內部的管理SOP的自己的辦法 要把它提升到高雄市交通違規取締照相機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用更嚴格的設置標準跟程序 來保護高雄市民的安全 來確保高雄的交通順暢 這是我的諮詢主題 我講第一個爭議 來跟大家做個報告 第一個爭議 我們就用微五路測速照相機 在會刊決議停機後 如何悄悄的原地復合這個爭議 這個爭議在去年的10月7號 包括我們的道安委員 包括我們交通局跟警察局的官員現場會刊 現場會刊的會議記錄是這樣寫的 與會議人員分析該路段 103年跟104年的造勢紀錄以後 均認為照相取締設備的位置有疑慮 無法有效提升行車安全 請警察局對地點再評估 隨即關機停用平息名義 接下來10月28號的道安會報裡面 就提出了一點 微五路測速照相機 既已裝設便不宜移除 已經倒下了 不方便再刷 請交通局就合理性 提出因應 在第9次的大安會報 11月30號大安會報提出來 警察局解釋 因議員帶民眾反應此事 以擴大宣導效果 建議維持現狀 道安委員會就決議 本案尊重警察局設置 測速照相機的專業 好 局長 拜託您看一下 我們從一開始 質疑他 無法有效提升行車安全 所以地點有疑慮 到改成 設備既然已裝不便移除 決定尊重警察局的專業 就這樣就地復活 你有沒有看到 道安委員一開始提出什麼 是 這一支照相機的位置 無法有效停車行車安全 可是卻用什麼樣的理由 停掉繼續裝 是因為裝設不便移除 這個是你們的會議紀錄裡面的發言 道安委員會不是應該 為高雄市民的行車安全做把關嗎 是因為已經裝的不便移除 所以繼續安裝 沒有移位置 這是我第一點 認為說這個的裝設是有爭議的 接下來 第二個爭議 第二個爭議 就像 局長 在這一次維武路的事件裡面 我們的道安委員會 竟然發現一件事實 高雄市的測速照相機 裝了幾十年了 竟然連SOP都沒有 連標準設計程序都沒有 還是在我們道安委員 在第八次第九次連續兩次催促下 才在今年的1月1號 頒布了高雄市警局設置到 固定照相機測速作業的標準程序書 所以過去的384支到底是什麼安裝的 這個是我認為爭議的第二點 爭議的第三點 在我講之前 那你到底還要再裝多少 我為了我們的警察局承辦人 他說過去兩年大概裝41支 103、104 105年還要裝24支 高雄現在就是384加24等於408 他 我就疑惑的問承辦人員 這65個照相點究竟是易造勢 還是易違規 再來 有沒有先做必要的交通工程檢討 如同局長您最關心的 再來 有沒有執行南庭勤務 定點守候 先教育在執法的程序 也是你剛剛提到的 我一樣問他 結果跟這個誠實的警察 杯杯多聊聊天以後 我才驚覺一項事實 原來交大狂色65支 新照相機的背後 關鍵原因是什麼 是要花光交通部的 氣燃費補助 現場傻眼 他的說法可以從 整個補助預算的決算結果 達到應證 102年補助 預算數2800多萬 決算數2822萬 執行率99.85% 接下來 執行率99.98% 103年 104年就100% 補助多少 裝多少 結管有剩 只要能促起來 再送一支 就再開標一次 所以執行率會百分之百 所以我的第三個 第三個這個這個爭議是 焦大狂色65支 新照相機的關鍵原因 竟然背後是為了 花光交通部的氣燃 也被補助 我也為了我們的警察局 承辦人說 你怎麼有那麼多點 幫我寫 有幾支 有多少錢 你可以寫多少支 承辦人跟我講 因為高雄市有太多的路口 這些路口都會有造勢 只要有路口就會有造勢 所以他們把A1A3 A2A3排列下來再加 舉發的違規見數去做個評比 局長你看一下 拜託你 我裡面 我們就以第一點來看 我就看到 哇 一個路口 竟然一年可以開 一萬九千多張罰單 我問承辦人 所以365天警察要站在那裡 一天開52張罰單 你覺得可能嗎 一座 那我再問一下好了 美多者打電話回來說 報告一座 因為喔 所有的電腦查詢 沒有辦法查詢這個路口的 照的舉發見數 所以就去查 中三四路診斷跟中安路 診斷的所有違規取締 那因為那兩條路都有照相機 所以全部加起來就變 一萬九千多件 這個數字也是我問了他 他才知道怎麼來的 難怪啊 高雄市會有設不完的路口 因為永遠有照市紀錄 所以 到底設了以後 高雄的交通會不會更好 是市民更怨 每個市民都包含高雄市的 車廚照相多了許多 我覺得 對花媽市長也沒有光彩 所以 我有幾項建議 我有幾項建議 第一項建議 我要建議 道安委員會 要求我們的警察局 氣氧費補助應該立即 以取締照相機的設置 脫鉤 也有氣氧費補助 人家台南怎麼做 人家台北怎麼做 人家不是為了開閥而設 人家設的是測速顯示的LED看板 告訴所有車輛 你已經超速 你應該減速 直接現場測速 讓他知道你超速 而不是目的為了開閥 這樣子就可以得到交通局 你們要求 執法前先教育 等等的這個建議方式 當然方式不止我這些 我相信局長 在場的交通局官員 都有很多的辦法 另外 我要求我們高雄市的 違規照相取締設置 沒有辦法保護市民的安全 所考量的依據 也不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包括先工程規劃 再來教育 再來才是開閥 這些程序都不在 焦大 昨天知道訊息趕快問我 局長 他也跟你講的一樣 他說 因為我們有408支 但是官網上的數據 並不是真實運作的數據 實際上還有壞掉的 還有停用的 局長你看 自己官網設好 讓人家查 人家也照官網數據公佈去做注意 他說那個不是真實數量 也有落差 這管理上也怪怪的 再來 又跟我講 881 所有的點反應 我還可以拿澄清書給你看 都是民眾陳情要反應裝設的 還有議員建議 局長 你也知道 只有高雄市的市民會建議嗎 會陳情嗎 只有高雄市的議員會建議嗎 那為什麼其他縣市沒有那麼多 我們高雄市是特別多 所以局長我想跟你討論的是 這個是政策擬定的問題 你交給警察 揹揹培執法 他去執行的結果 就會有 他沒有辦法踩煞車的疑慮 所以要拜託局長 這個問題的爭議 跟高雄市有這麼多的測速照相 實際上跟整個交通執法 跟交通政策的訂定 雙頭馬車也有一定的關係 為了要杜絕爭議 我要拜託局長在道安督導會報上 要求我們的警察局 把他們的內規改成自治條例 這個自治條例裡面我希望做到 第一個 除了訂定交通順暢及交通安全的設置目的以外 還要訂定嚴格的設置標準及程序 另外拜託局長 也要在法裡面 杜絕交通違規照相機 他以我們的預算跟決算事庫收入有任何連結 明定不得有任何連結 而且要訂定上限數 原則的上限數 那麼多機 難看 也沒效果 再來 啟動開罰前做好教育宣導的工作 最後一項我也建議 新設照相機送議會備查 議員沒有要擴全只是備查 議員知道以後也有好處 每個議員都有臉書 會告訴民眾 也是你達到加強宣導教育的目的 也可以讓要偵射照相機的警察局 他會去評估他有沒有做了標準的一些程序來達到目的 所以以上幾點建議 是不是請我們的局長 我所跟您討論的 不是警察局的執行結果 我所跟您討論的是 交通局跟道安督導會報 可以針對這些事項管理的政策權責 所以是不是選局長您先做一個答覆 教育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郭議員 有關郭議員非常關心的 設置測速照相的經費 是不是要跟所謂氣燃費補助的部分來做透過 這個我會提到道安匯報裡面去 來討論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 看看能不能往這個方向去前進 那另外剛才議員也特別提到了很多 關SOP是不夠的 希望能夠變成是自治條例的方式來做更周延的 這一種設置的管理 這個我也很尊重議員的看法 那我們會來研究看看 不過就是說測速照相他在都市裡面 剛才議員特別一直在提的是說 我們有好多好多的測速照相 包含甚至要設到408 那這裡面當然有一些數字 剛才議員也提到了 他有一些是沒有在使用的 沒有在使用的 為什麼可能議員會覺得說 趕快拆掉就好了 拆掉他是需要有 拆除的費用跟遷移的費用 那是另外一筆新增的費用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容許我跟警察局那邊來做接洽以後 去跟議員做比較詳細的說明 不過在都市裡面 我在這邊必須要真的肯定 議員所提到的 要做好教育宣導 要做好公告 或是甚至送議會 讓議員知道哪一些地方有裝這些 事實上現在我們已經 也了解 那個警察局就好像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在他們的網頁上已經都公告了 都公告了 我們也希望說 在這個 他們設計設置這個 測速照相的位置前面 一定要有明確的這個排面 說前有測速照相機 這些東西都無非是希望能夠做好 提醒用路人 做做為這個在抑造室或是危險的 的路段路口 做好他的速度管理 速度管理 我想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各位用路人能夠注意到這個速度管理 該在什麼地方做好這個測速的動作 我想這些測速照相是沒有用的 即使他可以walking 也不會能夠測速得到 我想大家共同來朝這個方向 做正向的建設性的我們的改善 這樣也許一方面可以達成議員所提到的 我們也不需要讓民眾有這種誤解 或是說真正好像在執行上面變成有一點 沒有一些系統的操作 二方面我們也希望真正能夠達到 這些測速道向是在輔助 我們用路人也好或是政府部分也好 提醒用路人注意他自身的安全 注意到別人用車的安全 那能夠創造我們更好的一個交通安全的環境 我想這個我們會一起來努力 謝謝議員的這個寶貴的建議 謝謝國議員的質詢 再過來是黃淑美黃玉妍15分鐘 謝謝我們交通部門的支付團隊大家早 我想交通呢是啟動這個城市發展的引擎喔 那大眾運輸呢就是這個城市的命脈喔 那我們看到高雄市整個在轉型 那這個重大的交通建設呢 呃也一直在如火如土的在進行喔 那我們知道的大概就有輕軌捷運 還有就是鐵路地下化喔 那今天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到底我們的輕軌 欸什麼時候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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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就是我們目前看到的都只有C1到C4喔 那我想請問一下喔 我們C5到C8 什麼時候才會完成 全部的完工 可以試營運 到底是什麼時候 來 教長請問 來 巫局長請 吳局長請來問 感謝主席 感謝黃議員喔 是 目前喔我們C5到C8的部分喔 是 我們預計在這個月的29號 初刊 那初刊完之後 才初刊嗎 對 你才做初刊 你才排定初刊了 排定初刊 對 那初刊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 會申請那個交通部的旅刊 旅刊完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營運 所以你連初刊都還沒 你上個 上個禮拜那個是 是什麼 是自己在檢驗嗎 你還沒有做初刊 我們初刊之前喔 從2月份開始到 4月份這段時間 我們都在做測試 做了1200項的測試 那因為我們這一次的時間 搬去 然後 跟整個 入口的部分都加長 所以我們把整個測試的部分齁 這段時間也把它拉長 所以測試的時間會拉得比較長 好 所以你初刊跟旅刊 大概還要什麼時候 還要多久 你做完交通部的旅刊 你預估還要多久 如果 第一個我們要看初刊齁 我們是覺得我們 初刊的部分齁完成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會申請旅刊 那原則上 如果依照以前的經驗 大概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到旅刊嗎 是一個月左右 到旅刊 那你們有沒有信心可以通過交通部的旅刊 我們到目前為止都還是 整個測試的部分都很順遂啊 好 謝謝局長喔 來局長你先請坐下喔 其實我們看到齁 其實我們現在看 西萬到西市齁 現在在動的 幾乎有時候是空蕩蕩的沒有人齁 因為大家那些會覺得齁 這是來試看看 好像類似光光的性質 沒有實質的意義喔 但是你如果西五到西八做好 來我們來看 整個你看 就動起來囉 他會到夢時代 整個商圈 夢時代 圖書總管 還有85樓 還有 到最後的高雄展覽館 可是整個的我們輕軌的用意 就在帶動整個商圈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西五到西八 其實 照原來交通部核准的 是應該去年底就應該完成的 可是 你看 延宕了這麼久 局長你要告訴我們高雄市民 到底 你西五西八 到底要什麼時候 才可以全部的試營運 來 什麼時候 你可以試營運 因為你現在西萬到西市 沒有作用啦 上面沒有效你知道嗎 一定要西五到西八 一起做好了 在整個西萬到西八 才有商圈 才有人啊 你現在沒有商圈 什麼人會去做 不會嘛 一西萬到西市 一宅而已 你如果有串連商圈 才有這樣的意義 局長我想請問一下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試營運 來 就可以來營運了 所以 所以原則上 原則上應該是在五月底六月初 五月底六月初 但是我們要看整個 初刊 旅刊的情形 那 剛剛也跟議員報告 也就是說我們初刊跟旅刊 就是在我們測試這段時間 一千兩百相相關的這 兩個多月的測試裡面 其實我們還是覺得 經過修正之後還是很順 是 所以你有信心 對 是一個月後可以試營運 是這樣嗎 西五到西八 所以整個西萬到西八 西八就整個完成 然後第一階段其實是到十四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如果西萬到西十四 你覺得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西萬到西十四 目前我們所有工程推進部分 當然艾爾橋是 所要進的地方 那艾爾橋部分 我們現在剩下P5 因為艾爾橋裡面 我們有兩個集裝 那一個集裝已經完成 現在也正在 那個上購的部分 我們也正在加設 那現在村內就是艾爾橋 本身高加段部分 其實剩下的部分 就是在我們P5的部分 跟周邊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P5的部分 也上次湧水問題 一切都解決了 所以 這一部分的要進部分 都解決了 所以剩下的部分 就是差不多一公里多 等於西十二到十四 那十二到十四部分 主要是 我們會 十二到十四 到村內站的部分 大概一公里多 所以這一段的話 我們預估就是到年底 然後整個可以全線把它完工 是 所以你有信心到年底嗎 年底可以完工嗎 跟議員報告 目前我們努力的方向 是在這個方向 但是 輕軌本身 全世界 除了中國已經在營運之外 那剩下兩個城市在進行 一個就是卡達 西門子在卡達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高雄 所以它是一個很先進的 一個運輸的一個形式 所以 有很多 我們可能會把 如果 如果要 其實我們跟議員 跟所有市民一樣 我們希望 盡早可以完成所有輕軌的路廊的部分 讓所有市民可以搭乘 但是 我們更重視的是 它整個沿線 所有運作的品質 當然是安全第一 對 好 局長你先請坐下 這台灣第一條 所以 全台灣人都在看 包括 這個我們看到 台北市也來參觀 來看可不可以複製在台北市 所以這一點愛做好 所以剛剛講的品質是最重要 來 接下來我要再請問一下 這個我們知道 這個卡夫之前 我們會延宕這麼久 應該是 這個跟包商有關係嗎 那我們知道你現在 在進行第二階段的 這個 標 標這個工程 投標的工程 來我想請問一下 局長 你們是 你們這樣的投標 是一直會給卡夫嗎 就是說 你做第一階段 是不是你第二階段 一定要讓他們做 才有那麼多完成 整條的清潔 是不是這樣 來局長我想請問一下 有 一定說一定要讓這間 卡夫做嗎 有 還是說有人來投標 因為我知道你們上面 索免費 200幾個月 但是投標打一個卡夫啊 是不是 投標只有一個 所以你們才要再進行 第二次的投標 是不是這樣來 局長 跟 黃議員報告 是 我們整個在第二階段的公開說明 跟我們公告這段期間裡面 相容的技術不是問題 是 相容的技術不是問題 但是相容裡面其實當然會有 卡夫本身是 當然是有他的優勢 但是其他 因為整個系統的關係齁 其實我們上次公告90天齁 90天裡面其實時間上面是 對一個想要加入的部分 其實他還是有他的限制因素存在啦 是 所以所以我們第二階段的部分齁 我們也把它那個 第二次我們 所以你有信心有第二家會來投標 是不是這樣 你有信心有第二家會來投標嗎 不是說打一件卡夫 我們一定要給卡夫來做 不一定是這樣 是 所以你剛剛講的系統是可以相容的 所以誰來標都沒有關係 是這樣 好 謝謝局長喔 你先請坐下喔 我想 這個 我們當然輕軌 欸 講了很久 那也延宕了很久 所以市民朋友一直在看 所以我們今天 特地來這個 監督這個輕軌喔 到底可以整個怎麼樣 何時來完成喔 那接下來 我想問交通局局長 就像這裡 這幾天我們看到電視上喔 一直在講UberUber 欸 很多人就問啊 很多人就問說 什麼是Uber啊 就很多人問 然後呢 連計程車司機呢 也在問 他都不知道他的行李用手機了齁 又在問說 欸 UberUber是什麼啊 齁 他都知道說行李壞啦 他知道現在齁 不知道什麼 是怎麼會 趕去壞 他把他推成是 景氣不好 然後生意沒得做 齁 很多人就想說 奇怪現在才會行李這麼壞 齁 他不知道他的生意已經被搶走了 來 Uber是什麼 局長可不可以跟我們市民朋友 解釋一下 到底是什麼Uber 陳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 謝謝議員 對於計程車的關心齁 是 那個Uber 他主要是 一般我們講說 他是非法的白牌營業車 白牌的車去做這個 計程車的營業的範疇的業務 那特別是這種車是用私人的車輛 然後透過APP叫車 然後讓民眾跟這個司機能夠接上線 那去載他們 他的優點是什麼 他的優點就是他一方面標榜他們的車 是比較高檔的 高檔的車 對甚至有到V開頭的車都可以 第二個就是他們的費率比較低廉 喔他比計程車便宜 對 那第三個就是說他付款是可以在線上就處理掉 在線上服務 就是 你繳的錢你不用 沒收股就對了 他就是在你的手機裡面 交易都是在美國 因為他的總公司應該是在美國 在美國 是不是這樣 是他在台灣有社分公司 他有社分公司 他是用那個資訊 資訊業 資訊業的 他用資訊業 來 局長 這這樣一定齁 中間就有一個 這個 可以投機取巧的地方 你給他看齁 他是用資訊業在台灣 但是他整個交易是在美國 然後台灣科不到他的稅 台灣抓不到他的稅 因為他的交易 他的交易 都是在美國 所以我們科不到他的稅 再來 繼續 局長你再說 他的油店還有什麼 他的優點很多齁 包括他的駕駛 對 他就是說可以 在線上就能夠選 他要的車種 是 所以他的車有多元 不同的這個價錢 是 所以會讓一些比較屬於商務 或是 用所謂的 現在的電信科技 比較常用的這些年輕族群 上班族群 會有吸引力 對 所以他目前還是非法營業 他目前是非法的 非法營業 然後公路總局 交通部還有公路總局 已經對他做了很多開罰的動作 開罰他有去繳嗎 就我們所知道目前這個公司 他一直都沒有去繳這個線 是他沒有繳啊 那在高雄 你也抓的沒法 目前就是 法院也是 判他們要去繳這個線 不過這個公司 一直還在抗拒當中 那他有一些 就是計程車 目前來講 我們叫做特許的行業 他需要有司機的 特殊的駕照 然後還有一些安全的保險 另外我們從國外的例子也看到 在這個Uber上面也曾經發生過一些 乘客安全上的問題 造成不同國情之間 對於這個Uber是不是要開放 也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現在還沒有確定要開放嗎 現在除非他能夠 按照這個正軌 把他的資訊源變成是 申請正常的計程車的 的這一種行業 納入我們法規裡面的管理 好 局長你先請坐下 這個 衍生的問題很多 那個包括 我一個朋友 他跟我講 他現在在開Uber 我還 還聽不懂什麼在開Uber 他說他暗時打工 他白天在上班 然後晚上 他就去Uber這個公司 去幫人家駕駛 我就問說 這要什麼這個 他說不用 就是一般我們會開車就可以了 他的 他廣告也是這樣講 就是你只要一般的 小客車的駕照就可以 但是他要有一種 就是要良民證 他需要你的良民證 然後再來就是 無照式的紀錄 他就是在這兩項 但是這樣你看 衝擊到 我們的計程車司機 你看我們的計程車司機 他也拿兩種執照 第一種就是職業執照 第二種他要有 計程車駕駛人執照 他要有兩種嘛 你看這兩種也是政府法的 他剛才那兩種也是政府法的 所以政府跟政府之間就抵觸了 就是說我開Uber 我只要這個良民證 我只要這個無照式紀錄的證明 這兩種證明 我就可以上路 但是我們的客人車司機 他們現在就說了 你看今天報紙也說 他們開始在抗議了 他們說政府無能 只好小老百姓自己來抓 自己來抓 自己來抓這些 沒有合格的人 就是這些開Uber的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變成說 計程車司機工會 他們自己要站出來 他們騎出來說 好 現在鼓勵大家 你來抓住 有開這種車的人 我就欣賞你一千塊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來 局長我想請問 如果這個社會 這個高雄變成這樣 因為我知道 高雄市是今年才開始 因為他本來是在台北比較台中 高雄應該是今年 比較開始有的 好 所以針對這個局長 你要有什麼樣的作為 阻止這樣不合法的行為 要搗上我們的計程車司機啊 來 局長你認為要怎麼做 陳局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黃議員剛才提到的 Uber的管理 管理的權責單位 起公務總局的監禮所 監禮處這方面 那我們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也跟高雄區的監禮所 有因應Uber進入到高雄市 有做了很多因應的措施 包含聯合機查 或是提供檢舉的管道 那可能議員也看到 我們在報紙上面也看到 我們在高雄市也採法了好幾件 那第二個就是說 從交通局的任務來講 我們是負責高雄市的 計程車業者的整個生態 還有它的服務品質 營運的提升 所以我們也很早就應應這方面 我們希望我們的高雄市的 所有的計程車業者 能夠積極的應應 未來科技的發展 能夠提升它的服務品質 所以不管是在我們 有觀光計程車 有各種共乘的計程車 甚至我們希望未來 配合交通部已經開放 未來整個計程車的車型 可以有多元的這種區隔 然後讓不同的這個消費者 去搭乘他所需要的這種 不同的計程車的服務 那這個部分也都在做了 我們希望說一方面 政府那邊應該從法規上 還有監理上面去管理 這個非法的計程車 進入到這個市場 第二方面我們希望 從交通局的角度 趕快來培植我們自己 服務品質的提升 作為那個競爭的優勢 可以一方面去壓制 這個UVER 他在剛才所提到的 在科技 在車型 在費率上面的這種 現存的非法的優勢 希望雙管來旗下 能夠達到這個 整個計程車業的一個保障 好 謝謝我們黃毅也的質詢 那接過來是邱俊憲邱一眼15分鐘 謝謝主席 現場交通部門的首長跟同仁 從九點做到現在大家辛苦 我想交通建設的政策規劃 對於做成熟的城市而言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像現在我們大家一直在討論輕軌的建設 其實從2008年開始 中央開始核定 然後中間又經過流標 經過計畫變更等等 到現在 我們也一直在追這些進度 我講這些就是 一個大眾運輸工具的核定 到完工啟用 可能都要十年的時間 這十年的時空背景 政經情勢怎麼變化 包括這座城市的發展 其實我都是期待我們交通部門的首長還有同仁 應該用更彈性的政策工具 如果可以預期可以看到一些可能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我們要去做一些調整 像水岸情軌其實 當時做一些路線還有興建的方式的調整 就是大家預期到說這幾年的經濟狀況 可能BOT要民間去投資這麼多錢 可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當然不會因為困難 我們就不去 不持續去做 我們也知道 高雄自從紅線局線的捷運通車之後 其實議會這邊有很多的探討 為什麼我們的捷運都了解 每天都在砍下去請去補條例 其實問題就是 三個 可是同時同一句就是 入網還是入網 入網的不足 是我們最大的遺憾 就算台北市每年 都有一條新的捷運在通車 我前幾天看到新聞 聽到台北市議會的諮詢 連台北市議會還在 還在compliment說 台北的捷運系統不夠方便 我聽到我的老闆 主席 在我們的商區裡面 不要說捷運 輕軌還在努力 公車可能還不太夠 所以你看 到台北都二區的捷運系統 他們說不方便了 那我們高雄怎麼辦呢 所以這部分的確要靠交通局跟捷運局 做更多的合作跟配合 這次有度過不要跟你說 大家要先看 這邊是後面的問題 所以在這邊其實 我們過去這幾年其實跟交通局政變 在討論說 幾個客觀的現實 是我們高雄沒辦法改變的原罪 第一個 我們的車輛最多 我們騎機車的朋友最多 我們在市區裡面運行的重車也最多 全台灣的車輛 沒有一個車輛 之下是裡面有這麼多貨櫃車 這麼多擋車在一個車輛 嚇到我們一般的車輪 走 可是現在還好 三國通道通了 專用道也通了一些 從港區到高速公路的連外道路 去把它分流了 的確會讓港區周邊的一些交通壓力減少 可是很遺憾的是 我們高雄市管市合併之後 其實我們高雄市的道路的長度 面積密度 基本上都還是比 北部的直轄市還是高很多 所以 我們之前議會在這議會說 市政府跟交通罰款 這個部分 來做一些 調高 大家是不是對這個交通罰款是有一些疑慮 可是我這邊其實有一個想法是說 十字路口 紅綠燈的 闖紅燈的照相 其實是為了保護 遵守 號制通行的行人跟車輛 那在那邊裝一個闖紅燈的照相機 這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我相信 一般人應該都說是對的 那如果這件事是對的 那民眾如果不闖紅燈就不會被拍照 那我們為什麼在苛責行政部門 你裝闖紅燈的側數的照相機的數量 增加這件事情 跟大家報告 我的選區 在鳥松人物 離原高雄市的行政區 其實在隔壁而已 我到現在接到的 市民的拜託的案件 其實 有不少是要裝闖紅燈的 有不少是要裝側數照相的 更多是要裝紅綠燈的 所以為什麼 因為其實所法的市民還是大波數 他們生活的空間裡面 其實如果面臨到大條馬路 其實有裝一支側數照相 其實我們不好意思說 你有裝一支那裡 車開過都會變得慢 這是人性的問題 那車子比較慢 從我們的交通事故的分析裡面 可以看到嗎 超速、闖紅燈、酒駕 佔了九成以上發生交通事故的原因 所以這邊其實我是期待是說 的確 裝設這些側數的 舉發違規的工具 只是一個部分要努力的事情 怎麼樣去做更多政策上的配合 讓高雄市的行車安全 用路人的安全 有更大的保障 我覺得這是當然要大家去 共同探討 不過我跟我說 如果單純只是講一個 側數照相的數字 或是闖紅燈照相的數字 我跟那個不夠客觀 像我的雙區 我是想麻煩客店員來回看 都要裝紅綠燈 主席我那邊裝紅綠燈 原高雄市區裡面 哪需要裝紅綠燈 這個選民服務 根本不需要 可是為什麼 就是為了要讓大家 用路上更安全 那高雄市現在我們路 全部的長度 又是全台灣最長的 比新八市走 台北市走起來 要差不多八重 所以這個客觀現實 裡面要做更多努力 基本上我是 希望未來交通局 就要做一些更多的探討 那我們也知道 明年 我們的交通城市 全球慶典要在我們高雄市辦 這邊有一個建議 很可惜 4月20 前幾天 世界地球又剛過 我們局裡面其實也很辛苦 我覺得要辦任何的 推廣的政策 都是需要預算 所以我可能 可能局裡面 好不容易擠出這筆預算 去辦了電動車公車不用 搭乘不用錢 這件事情 可是在這邊其實 我坦白講 這活動辦得太小了 真的很可惜 沒有利用這個機會 去搭配我們明年要辦一個 這麼重要的活動 去做一些推廣 那一天其實世界上也發生 很重要的事情 很多的國家在巴黎 尊對環境的保護 一個新的協議 然後也簽約 在世界地球那一天 正式簽約 所以我們高雄 也參加了伊克里 也對於環境的改善 這幾年做很多努力 可是的確在一些 重要的時間點上 當然交通局很辛苦 可是其他局處 可能沒有跟上腳步來 因為像捷運局 其實可以協助的其實是 包括我們的捷運 是不是那天搭乘 可以打個折扣 或少個五塊錢 或是我們的公共自行車 那一天去借前半小時 就不用錢 或一小時不用錢 世界地球日 不是只有做電動公車 可是這個活動的規模 可能太局限了 有點可惜 所以這部分其實 我知道交通局的主力 在無車日 可是這一些大的 的一些節日上面 可以做一些努力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愛與迷你 那個活動 其實也要花不少錢 一兩千萬跑不掉 那議會這邊 在去年省預算的時候 其實也支持大家 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怎麼樣 讓透過這樣的預算 這樣子 跟世界其他的城市 合作的活動 讓這座城市的居民 讓這個國家的人民 知道說 我們在環境上 要做的一些努力 是什麼 而不是只是 三天五天的活動 這樣大家 鬍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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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馬札高有給我們 學校裡面的 教育裡面 在一些課程裡面 有做一些安排 可是這部分 看起來的確 在訊息的傳播上 或是 一些活動的宣傳上 可能不太夠 像剛剛主席在講 交通黑暗期四百多天 怎麼會看到報紙才會知道 所以這部分真的要拜託交通局 跟府裡面 大家都是 teamwork 很會宣傳的新聞局 就要叫新聞局幫忙宣傳 不是交通局自己 摸的 放在網站上面 會自己去看網站的 其實還是少數 怎麼樣去做更主動的宣傳 這部分真的是要拜託局長 那 我覺得像 我的選區 其實 上個會前 在一個月期 我在交通部門 一直在拜託捷運局長 我們新的路線 剛剛其實 我們也都知道 中央在審核這個 新的 公共捷運路線的標準 其實不外乎是TOD 自償率 然後 財務可行 等等之類的 我這邊簡單問問你 局長 在我們未來 可能的那幾條路線裡面 是不是 從鳳山拉到 鳳山拉到 鳥松這一條路線 在這一些客觀評估的數據裡面 是最可行的 局長 能不能簡單清楚的回答 是不是這一條路線 是最可行的 捷運局屋局長 請答覆 感謝出現 感謝邱議員 沒錯 就是我們已經把 最可行的 寒光沿線我們的 黃線 中線 然後跟我們的鳳山線 部分 直接把它做一次的一個整併 然後提出一整個路往的部分 那是在 我們經濟跟財務部分 是 排在前面的最可行的部分 所以是 所以是 奉鬆這一條新的 新的線是 比現在我們做的 已經 營運的 或是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水灣輕軌 它的評估是還要好的嗎 是這樣嗎 這兩個是分開 我們當然是從優先順序這樣一路下來的 所以 依照整個整體需求跟財務跟經濟可行的部分 然後優先順序這樣逐步下來的 那我們期末報告做完了嗎 那個可行性評估 可行性評估 可行性評估的部分 我們在去年就發包了 那已經委外研究的部分 那我們預計今年的下半年 我們就可以跟中央提出可行性的一個申請 所以今年我們府就會 內部準了這個計畫 然後會跟中央申請這個 對 所以今年一定可以 市長 市長在 市政總諮詢的時候有講 你 你不要半共 這部分沒問題 因為我們 我們其實隨時要求那個顧問公司這一邊 然後隨時跟我們討論 那我們針對這個進度是完全的掌控 是 局長你先請坐 其實大眾運輸的入網的規劃 其實不是只有工程介面的問題 其實還要搭配我們交通局局長這邊的一些政策 之前的慧琦也一直在講說 除了輕軌建設以外 我們其他的可能的載具 一定有帶我們去法國 帶我們去歐洲參謀的時候 雖然時間很緊迫 行程很滿 可是我們還是抽了時間去看了 局長跟 陳局市長去法國的時候也有看到 那些 電動的 共享汽車的計畫 還有無軌的輕軌的那些車輛 的確就在凱旋門的前面 就好幾台停在那邊 晚上沒有提供服務的時候在那邊充電 包括陳副市長也有去參觀 所以 怎麼樣在這些 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這一些非常花錢 要非常多的時間 才有辦法完成的公共運輸的建設之前 這一些比較成本低 比較容易 設備買進來 放上去就可以馬上使用了這一些 可能的其他的載具的服務 真的是拜託局長 我們真的愛 我們很多的想法 其實都走在台北市之前 可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可能都比較保守一點 就沒辦法用力去推 像最近台北市在講U-Car 在講汽車共享 其實在上個會局 一年前其實我們在議會裡面就在談 因為我們談的觀念是比它更前面 可是很遺憾的就是 因為媒體的話語權都在台北 那可能如果在台北市討論之後 結果大家被定義說它是不好的 可能我們要再推這件事情也不容易 就像台中的BRT 它在公共運輸裡面 在運量比較低一點 它是一件好的事情 可是在台中就被弄得 現在誰在講BRT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大家就不敢去碰它 所以這部分其實真的是要拜託交通局 在公共運輸的系統裡面 我們交通局是大腦 我們的卡手是在捷運區 要去做工程 其他的局勢配合 要更協調 這真的是要拜託交通局 多做一些協調 那今天我的資訊準備一張圖 這張圖我要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剛好是有很多的湖泊 有金石湖 有主席轄區裡面的蓮池潭 然後有美濃地區的美濃湖 然後還有這邊陳青湖 這幾個大的湖泊裡面其實 像主席很關心蓮池潭的發展 這幾年其實我們一直有在改變它 在那製造的環境 走旁邊土地開發的問題 不過很可惜 我們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是陳青湖周遭 這30公頃是我們現在花十幾億 要去嵌目起來的負頂金的範圍 未來勢必看來會是一個綠地森林公園 然後這邊110公頃 是我們的陳青湖自來水公司所管的風景區 那這個6公頃加16公頃是什麼 是我們高雄市政府所管的 陳青湖棒球場跟勞工育樂中心 這裡30幾公頃加起來30幾公頃的土地又是什麼 16.53公頃是年底之後 我們高雄市政府財政局不再續租的 陳青湖新聯合中間的附地 17.73公頃是之前本來中央大學 要蓋校地的文大用地 這張圖可以看得出來 陳青湖周遭有這麼大面積 我們高雄市政府所擁有的土地 可是我們並沒有整體的想法 這台要從A局處管的 這台要從B局處管的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陳青湖的確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可是周遭我們的確缺乏了一些整體的考量 跟整體的思考 怎麼樣去做好這邊的維護 不一定是要去做開發 可是要怎麼樣把這些空間 做適當的管理 提供出來讓市民朋友去做 做使用 陳青湖在高雄市在觀光局 每年便預算給他讓市民免費入園之後 其實門口進去的周圍的環境 其實我們每年花很多錢在整理 從門口進去其實有感覺到 可是從 從後門這邊要到人物要到鳥宋這邊 人大地區的居民最常進去的後門那邊 結果我們看到的環境是什麼 是青年活動中心的空地用鐵皮圍起來 是旁邊是歐連打 是十塊錢投幣式的KTV 同樣一個陳青湖前後門兩個世界 這是實況 我也多次跟觀光局的同仁反應過 那既然這周圍已經有這麼多的空地 而且大部分是高雄市政府所有的 我們為什麼不好好的 以前有聯毯小組有 有 齊金小組 針對該地區的整體發展做一些討論 我覺得這裡很可惜 好 那這些地放在每一個局處 再給邱玉言兩分鐘 謝謝主席 那這些土地的 晚霞或是協調的窗戶 分散在市府的各局處裡面 卻沒辦法做一個有效的統合 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 這塊這樣 包括金師傅那裡 人人種種的膏 一年市政府要錄在這個區塊的預算 可憐超過幾億 一年可能要超過一億 可是一年超過一億的狀況是 居民無感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在做maintain而已 做現況的維護而已 要維護這一塊的確成本要很高 可是 這邊應該會有其他的消費可以帶進來 勞工業的中心它可以提供住宿 陳青湖棒球場 它是南台灣最大的球場 那時候蓋的時候也花了十幾億 可是到現在 從洋秋晶縣展到現在 每年都在談的還是圍管的問題 只有打棒球的時候 燈打開的時候是亮的 不然其他時間就是關在裡面 居民也進不去 然後聞到用電問題 到現在還是沒有徹底的解決 然後陳青湖 青年活動的東西要收回去 我問財政局以後要怎麼辦 他也不知道 這邊其實就是一個很棒的風景區 所以這邊我期待觀光局長 我們勇敢把這個東西收起來 收攏起來 委託人家去做一個正式的評估 報告也好 怎麼樣去把好好的這些空間 一塊錢當兩塊錢用 這是我們現在正面臨的財政壓力是這樣 既然這些大的空間 未來這幾年勢必一定會空出來 空出來之後我們要怎麼做 不能等到空間空出來之後才去想 所以這部分就是我在這裡拜託 拜託 拜託 觀光局長 三民庫三十幾萬人 鳳山三十幾萬人 人大這裡二十萬人 加起來這裡周圍差不多幾百萬人 幾百萬人住在這裡 這裡的空間要好去輸用 變成高雄市市中心的一個很好的地方 趕快去規劃 趕快去討論 趕快尋求地方的共識 不然我真的是在這邊預警 年底之後如果青年活動信證的財政局收回來 後門這邊整個都會是暗的了 不會有任何 好 觀光局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邱議員 我想現在我們觀光局是負責原中山大寫的 這個預定地的總體規劃 那這部分我們有請規劃公司設計這個朝向 未來是這個養生園區的這個方向來進行 那至於另外曾經我剛剛邱議員指示的這個周邊幾個 包括是園區本身 園區本身我們現在是跟自來水公司是有合作 做市政府三年的一個計畫 現在在演第二個三年 那我們內部呢做這個分工 那第三點部分由觀光局來跟自來水公司做搭配呢 我們是預計把它的兩個這個單水管跟海水管 做一個整理 變成這個遊客中心 或者說是其他的這個遊樂的遊具的設施 那有關於這個大門的這個門面的整理 我們這幾年也花了一些經費 做一個這個整體的規劃 所以我想 當然 澄清府是我們高雄 非常適中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旅遊景點 那牽涉到相關其他局處跟中山各單位的這個協調部分 我們局裡面來當當窗口是沒問題 那現在就是整體的這個營運 還有未來的這個開發 或說是整個景區的規劃 我們想要整個市府來做一個整體的規劃會比較恰當 對 他主要是大院地 16 17年多 他出在禮後的時候 不曉得有辦法 今天我能用這塊地把它拿進去坐邊 因為現在政府是否有政策很清楚 約到了 就不再去約一個新的救護盤 他不再去約一個新的救護盤 那不去約一個他那塊地就是像是這樣的 兩塊在成為第二 他不可以去推放大院地 他就不讓他來快點把它放下去 這個是一個 這個基礎環境是不一樣的狀況 其實這樣會再多化一些 是的 我跟邱遠先回報一下 它現在救國團的用地 在我們的了解裡面是屬於水質水量 資源保護區 它是非常低密度的開發 當時救國團開發可能就違反它的規定 但當然現在要收回來 那收回來我們當然依照最新的環保法令 那這部分只能減量 用最低量維持 比如說是休閒公園或是什麼方式 它不太可能用量體的開發 那我們現在規劃的中山大學原校區預定地 是採取配合周邊的特殊的環境 變成是屬於南部的 這種養生休閒村的這種方向來規劃 這是我們目前的規劃的進度 謝謝邱宜遠 謝謝邱宜遠的質詢 那我們先休息10分鐘 謝謝邱宜遠的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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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邱宜遠的質詢